在公元前一死零年 那个寒冷的冬天里 刚刚继位不久的皇帝刘彻 匆匆赶到常乐宫 她一踏进戒备森严的宫殿大门 就遭到祖母窦太后的迎面痛斥 尽管窦太后年事已高 但她的圣母依旧微风凛凛 闻折胆寒 刘彻一手提拔的两位朝廷高官 赵婉王脏的名字 在窦太后的怒斥中频频出现 她也刚刚得知就在昨天深夜 这两个大臣突然被捕入狱 与此同时 身为皇亲国戚的当朝丞相和太尉 也被罢免 十七岁的皇帝看上去还显得十分稚嫩 他的执政能力正在经受太皇太后的强烈质疑 年轻的刘彻究竟能不能掌控天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